来关心今天各大报的头条一样都是高雄监狱的挟持事件 而被挟持的人质就是典狱长陈世智 他自愿当人质来替换副典狱长 许多人都称赞他很勇敢 但是陈世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自己是不愿意进血所以才进去 也希望能够安抚受刑人 高雄大辽监狱挟持事件一开始遭到挟持的并不是典狱长陈世智 他自愿进入交换外界称赞他勇敢 但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强调受刑人其实都很理性 他不希望见血才进去 所以苦劝受刑人不要想不开 显示他深受信任 今年60岁的陈世智曾在法务部担任过绞政司副司长 后来调往云林第二监狱当典狱长 前云林县长苏志芬11号深夜在脸书上公开称赞他 不买账照规矩来 相信他会处理好这一次的事 而陈世智在云二间典狱长任内 积极举办就业博览会 替受刑人媒合工作 他强调受刑人出狱后有工作才不会再走回头路 当时陈世智更与南华大学合作 替受刑人开设殡葬礼仪 生死学等课程 辅导考取殡葬礼仪专业证照 替受刑人开创不一样的可能 陈世智也被认为是未来接任矫正署长的热门人选 他被下属形容是坐视严谨的人 11号下午挟持人质事件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进入监狱自愿交换 充分掌握受刑人的心情 不满的是制度而不是监索 强调自己不是进取谈判 而是劝导受刑人 而这样的研判也让他与同仁最后全身而退 介绍你们蒋龙翔综合报道